德古莎的召唤活动最后一个任务今天终于能做了 首先开局我们跳幻境室 任务点呢就在中间的魔方广场 但是一定要先去周边搜把枪打个甲再过去 清完小怪和敌人之后搜索魔方广场可以找到一张控制式门禁卡 而且这个卡可能一局只刷一张反正我只见到过一张 拿到卡之后根据位置标记我们前往魔方广场的下面一层去开门 开门之后进去会刷小怪 此时攻克机动队的角色们也会现身和我们一起战斗 战斗结束之后呢 本次幻境室的危机也就告一段落了 玩家可以乘坐飞机离开 对局结束后就能拿到德谷沙了 本来这期视频是要出在上期视频的PR部分的 但是现在好像网页端无法投PR了 被迫单出了一个视频 那前面的任务还没做完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上期视频 那我是慕尼 喜欢的朋友请不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